你干嘛呀你 我冲啊我操快 赶紧过来赶紧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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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来了人来了人来了快快快去 干嘛你又不接 你干嘛吹着我干什么呀 骨灰骨灰不是我爸 你有人来叫我来干什么 小灰 陈小灰 干什么 我是你爷爷 爸 你还可以呀 活着的时候没人认 死了倒有人来送一球 你还在怨我 没有 你逼死我妈的时候 你也没来看我 现在他也不在了 我妈也不在了 你倒是来了 你惦记什么呀 我明告诉你吧 家里就一套房 还是租的 你没什么可惦记的 我在你眼睛里就是这么一种人啊 不然呢 我十九岁了 你到家里的次数 十根指头都搬得过来 你爸爸走了这么多天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啊 冰医馆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就不接 人家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 我才知道他已经 他什么年轻走的 抱着他最喜欢的酒瓶生的鲜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 爸 从小他除了喝酒就是赌钱 他还不认你这个爸爸 我跟他一样 有爸当没爸 他小的时候你就这样打他 现在他不在了 你就打我了是吧 那是因为你爸爸 抽脚挨打挨少了 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 什么下场 他吃自己的用自己的 毒的也是自己的钱 你管过他没有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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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啊 不会 小慧 小慧 我跟你说 你已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 你们这话你别跟我说 你跟他说去啊 谁呀 谁呀 找他就是你 小慧啊 咱们这是多长时间 你最近去哪儿了 狗哥 我回了趟老家 老家 你老家是老的呀 小地方 说得你也不知道 狗哥 他的车不错 狗哥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把钱给你还上的 啊 狗哥 有句话 是怎么说来的 来而不往 非礼 往而不来 免费你 既然你拿的我的 我是不是也应该拿你的呀 狗哥 狗哥 今天我爸留给我东西 我爸他刚走 我就只有这个了 狗哥 你是在跟我谈条件吗 想要跟我谈条件 首先你得让自己站在 能跟我谈条件的位置上 看在八个年纪上 今天我说啥 剩下的钱 来啊 我们明天再来场 啊 这头发就留意了 你个脖子知道吗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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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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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小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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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唯一的念想 就是我爸留给我那座车子 就在我旁边带 放心吧 你真要走 进去 你不过去了 走了 走了 要不你跟我回老家去吧 那你帮我买一张车车 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回去收拾东西 放心我不会跑 这是我知名 我知名 我走了 来出发怎么还没回来 来出发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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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车票呢 车票我已经买了 饭都撒了 回去再买吧 不用了 我不饿 你是不是中暑了 你是不是中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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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咱们父子俩 以前见面 说不到三句话就会吵起来 现在好 你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 对我说话 放心吧 小慧交给我 我会像以前对你那样 来对他 把话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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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到你去哪儿了 嗯 我 我 只要我把情要 我可以分你无法 嗯 就是这 哎 老师傅 老师傅 我们回来了 这 进来吧 小贵 这就是咱们的家啊 老太花 咱们来小贵来吧 小贵 那院子里 是厨房 和卫生间 你的屋子 早就替你收拾好了 就这间 从今天开始 你就住这去 啊 车标滨 小贵 你跑帮给我 坐了一天的车了 多累了 好 小慧 小慧 哎呀好好好 来这儿好啊 来来来 小慧 这是奶奶 来来 小慧 这样 大夫你先坐下 小慧啊 你奶奶是个妖特啊 有些年了 看了几次啊 没什么效果 无人战 这事儿 我怎么没听我爸提过 你爸在嘴上 能提到我们吗 奶奶 哎 晴依依 你回来了 奶奶赶紧坐 哎 晴依依 我给你拿药来了 哎呀谢谢谢谢 阿姨 这段时间 谢谢你啊 晴依依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这位是 这就是我们家小慧 小慧 这是小张 张芳怡 我们家的邻居 听神经来的神经不好 我不能让他过来照顾 哎呀 老头子啊 那小慧呢 好不容易回来了 你不要像对着他爸爸那种态度 才对着小慧呢 对着小慧呢 这小慧 我不会回来的 你放心哈 要不咱们先给他做点好吃呢 哎呀 你这个身体做什么好吃的 要不这样 干脆 咱们呢 到外面去吃 吧 好好睡 现在小慧一个人 成天在家里面给辣了 不是个外面 他就在想 他就在想 是不是给他 找个什么事来做呀 没事 嘿 嘿 这边你可算来了 我跟你说啊 我等你好久 你到李爷爷家了 李爷爷家住哪啊 怎么 要了找我啊 就在九龙镇呢 我就是想过来玩玩 我听说那边好吃的特别多 好啊 你来联系我就是啊 啊 啊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太吐了啊 童鱼 是你啊 骑这两大包东西干嘛不打车啊 嗯 就去前面学校没两步路啊 花那又要钱干啥呀 你是老师啊 我开打一电呢 啊 小老板 我帮你拿着吧 谢了 这打印的什么呀 给学校复印的一些材料 玩游戏成名 这不是断我财路吗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 那个 你跟我爷爷怎么认识的呀 这说来话就长了 其实你爷爷是我爸的救命恩人 以前你爷爷是开大货车的 我爸呢 是专门坐着大货车 从广州进货的商贩 嗯 当时我爸还是个小伙子跟你现在差不多的 那个时候货运啊 特别乱 路上就有很多小偷 有一次呢 我爸那钱还真被小偷给盯上 幸亏开车的是你爷爷 开了几十里路 帮我爸把那钱追回来了 我爸说呀 那钱是我奶奶的观察本的本贴 要是钱追不回来 他也就不活了 所以啊 你爷爷就是我爸的救命恩人 怎么叫乱本呀 哎 怎么叫乱本 哎你什么事 人家小区 这个楼道就不让听摸摸车 你不知道啊 不让听车 就让你摆摊的啊 哎 景天 出来挣钱都不容易 何去生财嘛 行不行 生什么财 打我到就该对不起 哎 好了好了 别吵了 哎我们把他人移过来点不就行了吗 你说你说小伙子都不是 你别像我 哎 行了行了行行 爷爷你坐下来去 坐下 把身体气坏了 我来帮你 不是你怎么在这把他人 这楼上这些人呢 这楼上这些人呢 进进出出的都要从这过 我想摆在这吗 这人多生意不是好一些吗 以后啊 就别再这种出口入口摆摊 这免不了跟别人产生口舌 小慧啊过来帮忙 小慧 你把带子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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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啊 去哪啊 想坏 你没事啊小爷爷 我帮你我帮你喝 我帮你喝 学书 学书 哎我車呢 跟我 哥哥 這九龍鎮這麼大人出來找啊 老子就不幸了啊 這地方就這麼點兒大 老子還不幸找不到他 這 YE 啊 怎樣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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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这边过得挺好的,我不想跟之前扯上任何半毛钱的关系了。 哎呀,放下放下放下,你那腰不好,你还打到什么,没事,哎呀,我怎么说,活动活动,好有好处,哎,注意点啊,哎, 哎,哎,小灰怎么没回来,哦,那小灰呢,一大早就出去了,我都跟奶奶没看见到,喂,知道今天你干了什么事吗,啊,偷车自首受教育,毁锅子,行了吧,你满意了吧,你跟我说话,发生了这么大呼小叫的吗,啊,那拍子说你刚才就这样, 人不知道还有我冒头你爷爷呢,但咱们本来就不太熟,你忘了吗,我以前以为你这个人不懂事,我不跟你计较,没想到你现在还敢偷车啊,当时是犯法的,知道不,怎么就你不学好,跟你爸爸一样吗,那辆车是套牌车,你知不知道,啊,我为了给你出气,我才去偷的车,而且车子不也交给警察处理了吗,我帮你出了气, 而且还帮警察抓住了套牌车,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啊,我跟你跟你爸一样,你别跟我听我爸,我跟他不一样,还有,你害死我妈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有正义感, 今天连打人都不下去啊,就待在家里,臭小子,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啊, 呦,老头子,你别对小辉发脾气,那个,今天听柳大姐说,说小辉进了派出所,咋回事啊, 偷了了摩托车,来回去自首啦,还说是什么套牌车,那是跟我报仇呢,啊, 都怪他们当初啊,你不说了啊,我知道跟小辉,咱们去补偿她的啊, 臭小子,你又在干啥啊,哎呦,怎么了这是, 臭小子,你又在干啥嘛,你, 哼,叫你把橘子买回来,你买了一袋柠檬,我说你是真不懂,还是犯啥你啊,人家直入围嘛,你是柠檬橘子都分不清啊你,将来有什么出信呢, 他要跟你一样子,你是跟我别,我是业务标编,你看看你, 你一大把年纪,连个学校你都考不上,看见吴征业, 吴征业也是一样子,就跟我一样,有爹都没爹是一样子,你说什么你啊,啊, 你干什么呀,不就买出一只东西嘛,你至于吗,大呼小叫的,啊, 既然你敢这么说,行啊,你今天有本事把它买回来,你就有本事,再把它吃完,吃就吃, 妈啊,不是,这水活也没水了,水杯也坏了,我吃个妮萌碍着你了, 你每次说话的时候,犯不着这样夹枪带棍子吗,啊,不是跟你学的啊, 你覺得? 是 一切錯都是從我這兒開始,行不行? 你爸以前我還是發他吃過檸檬 啊?怪不得 以前我犯錯的時候他也發我吃檸檬 真是一代傳一代 唉 小慧 正說拿技術標冰的時候負責的獎勵啊 你以後就拿酒喝水 哎呀,別啃那個檸檬 嗯 你喜歡啃就啃吧 哎 哎 吃早飯了啊 哎 臭小子 你到底把我跑哪兒去 老大豪,停了 我們先一下 不知道跑哪兒去了 知道嗎 不是,你 你別光搶東西啊,你先把怪打了 啊 聽見沒有 王小谷啊 我知道你在裡邊 過來 鞋子 趕快給我出來 哎,你趕快 你趕快 乾什麼呀小 Me 王小鬼 那朱什麼 meaning 你得嚇死 王小果 杭曉 ahon 哎 方言 啊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刚把王小果送回去 你还说你不是老师 你这个孩子上网的事你也管 那是我隔壁家商户的小孩 这平常他爸妈忙着做生意 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太对孩子撒手了 这小孩沉迷游戏就是不对 哎 你在网吧干嘛啊 玩游戏 是 也不完全是 啊 其实我也不喜欢玩 但是我妈去世之后呢 我爸就一直酗酒 喝了酒她就要打我 我肯定得找个地方夺去 我后来就发现 我爸就是个挺好的地方 她又能让我放松 而且还能让我挣钱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妈妈 没事儿 我本来就是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不啊 你不是还有爷爷奶奶吗 你知不知道 我妈就被我爷爷逼死 怎么可能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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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情在这里干什么 什么叫应该 是吧 非得多的 我怎么回来 该说的我都说你就放了 你可别骗我 没有 干嘛呀你还想打架呀 快点 陈小雯 别跑 好啊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再跑 你们想干什么 原来这小姑娘是谁 身材挺好的吗 别碰他 好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再跑 你们想干什么 咱们讲道理 我已经还了你五千块钱了 你上次还的只是一步 还有剩下 多少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扎克林 我向哪去找那么多钱 那我可管不了 你爷爷都说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欠了我的钱还敢跑 我们找你不花钱吗 多亏了你的兄弟 现在我们知道你住哪里了 我们还知道你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奶奶 我告诉你 你不要骚扰我家人 啊 差点还漏了一个 还有一个小女朋友 这事跟她也没有关系 啊 我耿哥是个讲大伙 我知道要你在短时间拿那么多钱 也不容 我们现在住在无界山庄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拿着钱到无界山庄来找我 只要你把钱还了 我保证不再烧恶你和你的家人 然后还有你的小女朋友 这一次可别再跑了 你可跑不掉的 可以抓奖 要不能雪球 我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你别让我等太久 我可不得上他 走 走 小灰 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些人是谁啊 你怎么欠这么多钱啊 小灰 你到底说 小灰 你没事吧 小灰 你干什么别打别打啊 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啊 为什么 小灰 他们卑鄙给我找你 那么多钱 小灰 要不咱报警吧 小灰 要不你就报警吧 小灰 要是我先骗死他 都怪我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 要不是我妈自然消遣 你也不会去骗狗哥 不把钱给他 这事了结不了 你需要多少钱 我说了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那就是个作业 像小灰这种年轻人 如果不会开车的话 在社会上跟你就混不下去 我跟着 来小灰 你离家到哪儿去了 你啊 你看一下 乌哥到哪儿 乌总是有什么习惯 所以我今天给他 放了我架下来 等他拿上架照以后 我带他去学校上班 所以说我已经退休了 但是我这张老脸 我抢他们也会给 小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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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报了个名 家校资料拿去 拿上架照以后 我带你去上班 不是 小灰你 蹭小灰 爷爷在跟你说话 老爷 哎 陈爷爷 赶紧坐 你今天怎么来了 你说两句就走 我就不做了啊 那个 你最近跟小灰 是不是走得很近啊 我们俩就偶然遇到过几次 怎么了 别看小灰 现在已经19了 可是我跟他 两个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最近家里说的一些事 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 反而显得更深俗了 我看出来了 你们是童年人 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还是很有善良 但是对我而言 我总结他有什么事在瞒走我 嘿嘿嘿 小灰总是早出晚回的 我给他报了个驾校的班 他都不愿训续啊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情况 陈爷爷 我觉得有些事 你应该知道 昨天 我在网吧 遇到小灰了 听说你有一套纯色装备 怎么卖 这些东西很难搞的 你怎么弄到手的 不会是骗子吧 怎么可能是骗子的 你要买就买 不买拉倒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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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 闻搜 报警 报警也是我先骗的他 一马归马 我不想进去 除了他之外 我还骗了其他人的钱 你怎么会 我朋友他妈要治病 钱不够 所以我才骗子 小头子 小慧 你们俩都别着急了 我这里还有五万块钱 你拿着给他吧 我啦 不想看那个小贵受罪 他从小受的苦够多的 来 小贵拿着 来 来给你的 拿着吗 傻孩子 我的就是你的 来 拿着 那你拿着给他 哎呀你拿着 去给他去 你拿去吧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些钱 你拿去给你的 彭的妈妈治病了 就冲这一点 那就说明你是一个中意气 有决心的好青年 你跟你爸爸还真不一样 那 不能要你们的养老钱 哎呀 钱没了 我们可以在镇嘛 不过你这样长期的躲躲藏藏的 怎么能行呢 啊 哎 咱这次给他说好啊 这是最后一次了 再有下一次的话 那把我这条老命都给他 啊 小辉 拿着 拿着吧 你进去 爷爷在这儿等你 一旦有个什么事 我也好照顾 那不管怎么样 你千万别报警啊 知道 喂 我到了 你千万别报警啊 在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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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開收拳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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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這本騙我 害我在兄弟面前丟了面子 我要是不收拾你 我的心裡啊 這人家也快踏實了 難受啊 你們幹什麼 我錢都給你們了 啊 我今天要你一條腿 你應該沒意見吧 住手 站起來 全都談給你們了 太打人 臭老頭 怎麼每次都有你啊 我已經報警了 警察已經來了 去看看 要是沒警察 你們兩個今天 誰也別想走 這個 真有警察 走 拿誰 我沒報警 別跑了 我剛才在外邊轉的時候 那有警察 在朝那個 我一張在這兒 撤牌 小小姐 所以說吧 一個人 別看違反的事啊 瞧見沒有 一有風吹草動 一個一個下在屁股尿裡 我爸 他們趕緊走 騙不了他們多久 我爸怎麼沒遺傳到你浩然正氣 你爺爺我幹個什麼壞事嗎 我媽那車算嗎 我媽那車算嗎 小輝 一會兒我想帶你去個地方 你帶我來這兒幹什麼 我媽的骨灰不在這兒 可他終歸是咱們陳家的媳婦 所以 我給他在這兒立了一塊壁 當年的事兒 我一直有個疑問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好嗎 幹什麼 全你都拿走了 小輝怎麼辦 哎 不是 這兒子 真對不起小輝 你怎麼沒良心的選 哎小心 你在做什麼 你真對不起 我找個人 你怎麼發生的 你怎麼回家 你的動物 你怎麼回家 我從來 你意思是我妈偷我爸的钱 你爸爸当年结婚 都是为了弃我 你妈妈一直没有工作 你爸爸后来下岗了 挣不到钱了 你妈就认为他不是个男人 是个窝囊废 我又知道 那个时候你爸爸 不愿意跟你妈妈一起过了 所以他成天到晚喝酒 活生生把自己 喝成了一个罪鬼 这样一来你妈妈更接受不了 后来有个男人说 可以给你妈妈在上海找到工作 你妈妈为了跟上一层楼 跟着她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你眼睁睁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却撞死了 你把所有的情绪 都发泄在我的头上 我宁愿你怨我 也不想让你知道真相 你已经失去了妈妈 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说呢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不想孙子恨我一辈子 这段时间 你跟奶奶一直照顾着我的怪脾气 包容着我 我其实早就不恨你了 因为我知道 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你在过去 就让她翻过去吧 从现在开始 你要好好地活着 我坦坦坦坦坦坦万人 看见没有啊 驾驶证 我都跟你说了 我拿了驾照了 能开车了你还非得跟我一起 我跟你说 我是老司机了 我得瞅发瞅的看着你 要不我不放心 再说这是单位的车呢 不小心把单位的车挂上了 你怎么交代 这种车型 跟你刚学的那个较量车不一样 油分生前不一样 离后高低不一样 带式的大小也不一样 知道了爷爷 好 赶紧试吧 走了 好了 蓝湖啊 这些车要多不多呀 我会打赢店赶紧去坐业 别不便审 你们知道了 夏小辉 那这是你的车呀 我们公司的车 家长跑出来了 当然了 这多简单呢 哎 哥哥 你不就是上次在网马打游戏的吗 网小谷 他爸妈去外地进货了 这两天我带着他 啊 那个方怡啊 你说你是不是爱心泛滥 你看 我爷爷不在家的时候 你就照顾我奶奶 这孩子爸妈不在 你就当保姆伺候孩子 你是不是爱心泛滥 你图啥呀 这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我助人为乐 我做点举手之寥的事有问题 哎 哥哥 你下次还能不能带我去打游戏啊 网小谷 他小孩时间就想着打游戏 这游戏本来就是一个娱乐活动 你未成年人没点自控力 上演的就跟你一样 我怎么了 我可两个多月没打游戏了 就在这条道上练车 我考驾照所有科目都是一根过的 这样吧 你把它交给我 跟着你干什么 大家是打游戏啊 你一个女生 你就要跟男生怎么玩吧 上车 去哪儿 来 师傅 咱们这回玩一个叫真人CS的游戏 这把枪就是你的了 你的基地在那儿 我的基地在这儿 咱们谁先打中谁 另一方就输了 好吧 第一次看小果这么开心 所以我跟你说啊 这你们女孩子 就不懂我们男生的快乐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妈呢 去世的早 我爸 也经常续酒 家里没人管我 所以我就只能把我的精力 全都放在游戏上 他不也一样吗 家里父母没人管他 他自己无聊 不也只能把精力放在游戏上 你呢 就平时没事带他出来玩玩 他自然就不会关注于游戏 你输了吗 小果真厉害 这局不算啊 我分心了 咱们再来一局 三局而胜 行不行 好 慢点 你想干扰我 我输你 我觉得你还挺合适的 什么合适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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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吧 快什么呀 明天就开始 啊 不 你 看着我什么了 我看着你 能说会到呀 这小孩又喜欢你 你又不惯着他们 肯定能胜任 什么意思呀 我不是在给学校复印资料吗 那边有一群像小果这样 二玩游戏的小孩 家长跟老师都管不了他们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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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可以呀 小果啊 来 这样 等以后哥哥有空呢 就带你去打一次真的真人CS 行吗 好 好 慢点 别摔 哎 哎 哎 没打过你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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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输吧 没有 还没认输 哎呀 你小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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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满头呢 所以插下来 你刚说的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推荐你去学校带一下那一群有网瘾的小孩跟带小果一样 你这么多汗呀 奶奶 奶奶 我药给你买回来了 奶奶 奶 奶奶 喂 奶奶怎么不在家呀 我马上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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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奶奶 说我来 奶奶 哇 你去把奶奶的中央被交了 密码是奶奶的生日 爷爷 这上面 钱不够我来想办法 对了 奶奶的检查结构 你去看看出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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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一 你把他混过了 我 喂 咋了吗 哎 我是陈主镇的 你这事 你说一下你看 你帮不帮便 给我借点钱呐 啊 重要啊 那些 那我就不打招了啊 接顺便啊 喂 老赵 啊 谁说这啊 你手上 还有钱吗 借我一点 啊 你也需要还别人的钱 啊 我知道了 来 谢谢 你说下个月才能到齐啊 好好好 儿子要付首付款吧 那你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 好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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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 小惯 你怎么不上班呢 毕竟你现在是公家的人啊 我跟住官请过假了 爷 是不是真没钱给奶奶治病啊 别说这 我正在想办法 都坏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五万块钱 现在也不至于 那些事情已经翻篇了 不过你现在请假次数也不要太多了 毕竟你是去的新的单位 你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陈姨 我给奶奶送药来了 好 放哪儿啊 奶奶呢 哎呀 生病住院了 生病了 是啊 现在呢 需要动手输药钱 所以我想把房子卖了 虽然说医保可以报一部分 可是自费的比例相当大 没了房子 我们以后还可以在租房住嘛 你说奶奶要是真没了 那我以后 可就什么都没了 陈姨姨 你记得说小灰知道吗 我不想让她知道 她刚参加工作 不想让她分心 我帮你 这房子 我帮你挂到网上去 行 醒醒 醒醒 小灰 你回来了 我开单位的车回来了 那个 我想找你借点钱 小灰 跟你说实话吧 我最近真的没钱 之前因为我妈的事 害你背了黑锅 可我真的一时半会儿 拿不出那么多钱还你 没让你还我 我摩托车呢 你要卖掉你爸留给你的摩托车 算了一下 应该能卖个千八百块钱 我车呢 小灰 小灰 对不起 小灰 陈小灰 你想干不吃请假也就算了 今天竟然把公价的时候开为江秋市 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 你自己看看 油耗在那摆着了 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 我 是不是想开除 你只要给我请真费 我立马走人 陈小灰 你想钱想疯了吧 我奶奶生病了 你只要给我钱 我立马滚蛋东西 你看这个院子啊 这么多植物 这房子木制结构都算下凉 这老李我给打个电话 我听说这个里面坐着一个半死人 你的晦气能不能便宜一点 你说谁 哪个房子没死过人 这有什么晦气的 你们干什么呢 在我家门口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们 老陈 看房子 对对对 你卖房子这么大 我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我才是互助 奶奶对医药费我会想办法的 你想什么办法呀 我叫你好好工作 今天你那个主管给我打电话 说你这个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 你现在不也一样吗 为了钱连家都不要了 行行行 你们别吵啊 老蔡啊 那个看房的事我们就改天再来吧 你们商量好了以后 我们再过来 来 来 站住啊 瞧你这个暴脾气 我最怕的就是你这个冲气 奶奶现在躺着呢 急需要救命钱 喂 房爷 这里有五万块钱 之前装修打印店剩下的 你赶紧拿回去 给奶奶治病 我不能要你的钱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奶奶的命最重要 那你为什么给我不给爷爷啊 我给过了 他没收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他是个有鬼气的人 不过你为什么帮他把房子 高到中介上去呢 你知不知道那是他跟奶奶 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我当然知道 我也清楚啊 但是奶奶的医保 加上这点钱 都只是杯水车薪 如果不把房子卖了 给奶奶救命 奶奶没了 爷爷也会撑不住的 拿着 谢谢你的好意 钱我会想办法 小灰 小灰 小灰今天怎么没来呢 呢 小灰 那有事 是 和 李总 你放心 这一片的丁子户我全都搞定了 李总 我现在有点事 我一会儿给你打不去了 小灰 上一次你叫警察来吓唬我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今天主动扫上你来了 哎 你别过来啊 你别以为我怕你 别以为我不敢动你啊 你究竟想干啥 哥哥 你借我点钱吧 想借我的钱 你就得懂我的规矩 啊 我奶奶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小灰啊 其实我挺看重你的 运一位兄弟出头 讲情谊 是条汉子 人也激励 每一次都让你给溜掉 哥哥也不是只认钱不认人的 之前是你先骗的我 害我丢了面子 我才跟你着急的 否则 收到你 夏桂啊 想挣快钱还不容易吗 嗯 之前你是怎么骗的我 现在就用箱子的方法去骗其他人 骗个十个八个 这钱不就来了吗 还不用给力气的 我已经不做那事了 反正话我就跟你说那么多 反正话我就跟你说那么多 做不做你自己考虑 钱 我是不会借给你 因为我知道你还不上 嗯 走了 想挣快钱还不容易吗 你之前是怎么骗的我 现在就用箱子的方法去骗其他人 骗个十个八个 这钱不是来了吗 还不用给力气 你这过去 就让它翻过去吧 从现在开始 我要你好好地活着 要坦坦荡荡 挺着腰杆活着 无论发生什么事 爷爷都是你这坚强厚厚 我当然知道我也清楚 但是奶奶的医保 加上这点心 都只是杯水车薪 如果不把房子卖了 给奶奶救命 奶奶没了 爷爷也会撑不住的 陈大爷 啊 我们想和您谈一下 您脑袋后庭的手术注意事想 他 他可以手术吗 费用已经算清 而且啊 您的主妇必须马上手术 还想这事啊 其实这事啊 您孙子 一大早 这门飞就走了 这么短的时间 小慧从哪儿弄来 这五万块钱的手术费啊 陈大爷 啊 你没什么事的话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们谈一下手术注意事想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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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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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你到底去哪儿啊 这爷爷别生气啊 那笔钱 哪儿来的 它不是一笔小数目 哪儿来的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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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我给这个家 给奶奶 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如果这些钱来历不明的话 你得马上还给人家 奶奶 现在也不需要这笔钱 小辉 你现在面对的是你的家人 你爷爷 你如果什么都不说的话 我们什么也帮不了你 说话呀 你是不是借高利贷了 如果那个一天不还上 利息会很高的 听说你是游戏大事 有没有好的游戏账号 有好装备 你要什么 可以 但是我要先见钱 不卖了不卖了 就这样 他把钱转给我的之后 我就把他拉黑了 就这样 我骗了十几个人 终于凑够了钱 但没想到过了两天 他们就联名报了警 我现在不敢回家 也不敢去医院 你还是在骗人家 我以前怎么教你的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你以前的过去就过去了吗 只要咱们能谈谈当当做人啊 这是钱呢 奶奶救命的钱呢 这不是骗人家的理由 你什么都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我会想搭后哥的 我会连累你们 小慧 小慧 你真是 你怕我照顾好我爷爷 时间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你还得去哪儿啊 还是当锁头乌龟 你一辈子躲在暗处不愿意见光 那你还要我怎么样 事情已经这样了 跟那些受害人诚恳道歉 我相信警察会着情处理 钱都花在治病上没钱 那就把我这房子卖了 都还给他们 你 小慧 孩子 咱们做错了事 要勇于承担哪 错了就错了 知错就改 我不愿意走你爸爸的老路 放心 这不是绝路 如果你一定要逃避的话 那你真的就回不来了 走 爷爷陪你去自首 小慧 我也陪你一起去 请进 您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来自首 大爷 我在手里看你站了一个多小时 有手势吗 要不进去坐坐 已经工作了四十多年了 勤勤恳恳一辈子 我一件坏事都没干过 我唯一做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没把我那儿子叫好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我这个孙子陪我 他既然犯了错 就应该对社会负责 我就是小慧 今年七月份 我在网上通过复制账号 和导卖游戏装备 骗取了别人五万块钱 同时 我实名举报 一个叫狗哥的人 他知道我的这些事 并以此为要挟 勒索了我五万块钱 大爷 我就手里面问了一下 您孙子是不是叫陈小慧 就是他 我知道您再怎么封锁医家 但是这案子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案 您孙子可能要在这里 积累有点 那这样 我先回去 想办法把我那套房子卖了 替我那孙子把钱还了 这样的话警察同事 实际你们就可以对他重情发落 大爷 法院会做出处理 其实我那孙子 他不是坏狠 警察同事 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在他主动投案自首的份上 宽大处理 好好改造以后 他会懂事的 小慧 小慧 好好改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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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